特朗普如果上台,功臣马斯克将获得一个新设的部长职位 这不光是特朗普的头头暴虑 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也意识到了一个危机 那就是他接手的美国将是一个烂摊子 11月5日的美国大选马上就要到来了 现在各方评估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还没当上总统呢 他就已经开始封关许愿了 他说马斯克将获得一个新设的部长职务 大概名字就叫做成本削减部部长 很多人解读这是特朗普对马斯克的头头暴虑 但其实特朗普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因为美国现在真的陷入到四分五略和内外交困之中 甚至马上就要破产了 破产这个话就是马斯克前一阵子说的呀 有人解读说这是为了特朗普拉选票 但是作为千亿美元级的大富豪 马斯克其实洞察力是很准的 他真的看到了美国债台高筑 国债就超过35万亿美元了 从财政上讲美国真的是濒临破产 而另一方面呢 过去几年以来 每一年平均美国政府赤字就要增加接近2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哪怕特朗普获胜了卷土重来了 他获得的将是一个烂摊子般的美国 我们给美国政府算算账啊 美国一年的GDP呢 大概是23万亿美元左右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呢 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 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了 占GDP都超过25%了 而且这笔钱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来 6万亿美元听着真是一笔大钱 但是大家想想 美国政府现在每年光还国债利息超过1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每年光军费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 再加上拜登在台上的时候 今天推一个经济刺激计划 明天推一个基建刺激计划 今天给每个美国人发1千4百美元 明天给大战的中小企业无息贷款 这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钱不是这么折腾的 所以美国政府每年有这么多的财政收入 赤字还高达2万亿美元 而且呢 美国国会原来是有个举债上限的 但是今年在财政部长耶伦的游说之下 美国国会把这个信用卡上限 金股咒给你暂时的取消了 因为耶伦说了 你要是不让美国政府借债 那么美元就崩溃了 美债就崩溃了 美国信用就没有了 可是你这个举债上限取消只是暂时的 暂时到什么时候呢 暂时到明年1月份新总统上台之前 换句话讲 特朗普自己不明白啊 明年1月份他宣誓就职之后 马上这个上限就回来了 美国政府在想借债 没那么容易了 没有钱的美国政府 可能他刚一上台 就得关门大吉 那特朗普能不着急吗 所以特朗普把马斯克 未来有可能任命成为 成本削减部部长 这是有深意的 他和马斯克都是商人 商人其实有着非常浓厚的成本思维 因为咱们古语也说嘛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本的买卖没人干 每一个商人在做每一笔商业决策的时候 考虑的都是我的成本多少啊 我的预期收入多少啊 我有没有利润啊 哪怕威力能让我这个公司正常运营下去也行 但是亏损是不能接受的 长期的亏损是更不能接受的 有了亏损怎么办 那就得开源节流 尤其得减源增效 所以特朗普是有成本意识的 他也深信作为全球首富的马斯克是有成本意识的 你看看马斯克搞的那些项目啊 天马行空一般 但真的他能够得住成本正常的运营维持下去 所以这个关键时刻 特朗普其实更需要马斯克帮助他 把美国政府的赤字降下来 要不然就真会像马斯克说的那样 美国政府随时随地会破产啊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订阅